有如来如座家庭有吃鸟 那才是吃鸟 算是香港所为了鼓励民众 为家里的党部 做这个狂犬病业标 特别邀请动物丰业社区人员 来公所办理狂犬病业标 助手和党部的党去华董 让乡亲可以借金 拿家里的毛小孩来做业标 照顾他们的健康 现在有如来如座家庭 去党部 算是香港所为了带党民众 可以借金带党务 四大狂犬病的疫苗 特别跟中华官 当务方业所合作 万里下乡孙会 四大狂犬病疫苗 跟党务定习 今天我们信息箱公所 在我们的公所门前 在举办我们这个狂犬病 的预防注射 以及宠物登记的这种活动 那么希望说 我们乡亲 在我们辖内的 能够把你的宠物 带来我们这边注射狂犬病 因为我们如果被犬猫 这是人畜共同的疾病 那如果被咬伤或抓伤 那这个致死率还蛮 层数还蛮高的 那么希望说 我们爱护我们的宠物 那么现在的人 羊虫物也很多 那也希望说能够 让他们可以更健康 那么我们这个注射 狂犬病的疫苗 这个注射是 一基140元 山西区町首尾尊 也好有乡亲 每年都要定期注射 一次狂犬病的疫苗 不能去用狗啊跟鸟啊 不要这么臭 来日本面的动物 这当港级病状 感染狂犬病的风险 较避免和全部来健康 到中华新闻也方无 山西彩虹不得 感染狂犬病的疫苗